张长宁即将回归,江苏女排将实力大增,下赛季和天津女排再拼过。 这个赛季江苏女排在半决赛中将上海女排挑落,是幸运的,但在决赛中却被天津女排击败,真的很不幸。 尽管如此,江苏队的球员们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,加上有大部分球员年轻尚小,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磨砺,相信一定会成为球队的核心,在下个赛季继续向总冠军发起冲击。 江苏女排新人不断成长起来的同时,队内也迎来了另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张长宁有望付出。 据悉,她目前正在进行康复性训练,如果一切顺利进行的话,下个赛季我们将会看到她回归江苏女排,这样一来,江苏女排的实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,和天津女排一较高下,问题不大。 此外,江苏女排的替补阵容也进行了强化,这个赛季江苏女排一直缺少一位发挥稳定的主攻替补,更多的时候只能依赖张长宁。 不过,经过一个赛季的锻炼,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,像吴孟杰和吴涵等球员都能轮换张长宁。 尤其是吴涵,这个赛季的表现可圈可点,有两个方面进步很大,分别是进攻和一传。 据统计,她能做到接满六轮一传,而在进攻端火力也越来越猛。 美中不足的是在篮网方面经常很疲软,面对袁星月的高点被飞时,很难招架。 但这只是暂时的,一旦张长宁能顺利归队,就能肩负起球队在篮网端的压力,换种说法,就是下个赛季,要是有张长宁在的话,篮网端不再是劣势。 问题来了,张长宁在篮网端真有那么厉害?答案是真的很厉害。 据悉,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国际赛场,张长宁在篮网端的表现都能排到前几名。 所以,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个赛季有张长宁的江苏队将会变得更加勇敢,用出色的防守压制对手的火力,让他们服气,包括天津女排。 此前,江苏女排在张长宁的带领下,要是再努力一下,就能把击败天津女排。 不过,可惜当时张长宁是带伤上阵,状态没法拉满,最终捍服对手。 看到这里,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有张长宁的重要性了吧。 可以这么说,一旦他的伤病完全康复,加上其他年轻小将不断成长起来,即使江苏女排没有外援,也能和天津女排叫板。 到时,比赛的胜负真的很难说,只能说这两支球队的对决会很精彩。 下个赛季,我们期待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狭路相逢,撞出激情的火花。 下个赛季 vak处。 ディオ那他目在19.